叭叭叭叭叭叭叭 意外不意外 谢和贤才说要离婚报当吧 前妻KT甩铁针跑红丽雅 重新以后我要做人 现在是道歉记者会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谢和贤做人前妻丽雅 在123456789天前 我已经宣布与阿扣结束11个月婚姻 我就发现我真的不适合结婚姻 我真的是渣男 没想到今天阿扣就发文 不好意思我要当爸爸了 希望是女儿哈门 还晒出昨天出炉的潮营波照 宣布做老辈 丽雅也证实怀孕宴出两条线 两人离婚一室 看来是要缓缓了 你觉得我还是要跟那些吗 对啦阿扣不在乎的 还有真前妻KT前一晚的爆料 我会在Facebook上面呢 做各式各样的澄清爆料 针对每一件一直以来的抹黑事情 并不是因为要炒新闻什么的 要炒新闻我一开始就跟着女儿我王炒了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够了 没有被打脸你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说谎 抹黑伤害别人 我一方面也会采取法律手段 我心情很好 但是接下来会有人心情不好 HIT16日在联署发文 打脸当时丽雅声称 不知道谢和弦有老婆一事 更甩出18张这段时间 当键盘柯南所搜集的证据 丽雅当时发影片郑重说明 因为长期不在台湾在封闭地区生活 不知道谢和弦有老婆 更没有对谢和弦有太多的认识 好的谢和弦尺度被抓的前一周 丽雅就向导演打听谢和弦 假的 截图中也可发现 丽雅2019年早就是谢和弦粉丝 为什么要真言说瞎话呢 杨仁在社群媒体互动上也相当频繁 当时爆出小山风波时 宣传与谢只是谈工作 之后做SPA 却被KT抓出漏洞 那就连泡汤房型也藏有蛛丝马迹 谢和弦被抓隔天 丽雅还在登IG 没手机无法联络谢一说 也被证据重重打脸 丽雅曾发文12月3日跟谢一起看电影 开心相处两天 结果谢和弦那两天根本是去花脸 谎已经说到自己都忘了 很气笨的人你知道吗 KT最后覆盖一张利息酒店结束这回合 还预告下次附上收据与发票在阵 结果谢和弦贴上时间的魔术师反击 请问是跟丁手中一样困在2018了吗 KT立刻回呛 表示手中未有谢哭的求复合的录音档 我们也不说假话 就让证据修谎 嗯小编夸在了半岁 细说和弦之KT泡牙还有多乱 상태引起扎 Ct a 哈 哈怜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scared 大家好 我是李國映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李毅潔 一直覺得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啊 快了 快聽了